現場的腳踏很快 只要利用一支小機的路來馬 就能在10分前來 將槍都很好 其實槍的結果很複雜 但是他都很了解 可能比警員更了解槍的結果 是非常專業 這個嫌犯他 因為對槍枝非常有興趣 所以 警方叫他拆解 跟裝配槍枝零組件的時候 他速度非常的快 看起來就很專業這樣 很專業很快 表示他對這個槍枝很有研究 警方一到一大的地方 就看到很多槍 槍枝也還有很多槍枯 也還有找到毒品 原來檢基警方的調查 已經有可能就是去年12月 在南道市發生廟會衝突的主謀 他的 算是同伴 有發生一些糾紛 要 要談判 這個嫌犯 這個嫌犯就持他改造的槍械 前往 跟朋友駐鎮 發生槍擊 但是嫌犯 讓警方抓到之後 沒有做人好的槍控 所以警方就直接 上一等級來進班 這位嫌犯 他本身 喜歡玩那個 生存遊戲 所以 他對這個槍械 這方面 特別感興趣 所以他 除了 玩生存遊戲以外 對這個 槍枝的零組件 很有研究 所以 就 買一些 從網路上 買到一些 槍枝的 零件 進行組裝改造 南竹跟他生存遊戲 對槍也有研究 但是 稍微有不到 所在 將互相的地式 用來改槍 甚至要 又提供便利來使用 警方修正完成了後 會以槍砲彈藥 刀卸管理條類 毒品 到威脹罪嫌 將以以三發辦 記者五位賣 彩虹報道 然後